家裡的人如果有不舒服 爸爸會幫你們針灸嗎 會 我會針過啊 我回家我爸又說來 然後開始按這個 學會這樣按一按 那時候眼睛我不舒服 幫你針一針 我被針過啊 被針這裡 然後也被就是 你哪裡 你不舒服 為什麼不舒服 然後他針灸哪裡 我好像就說 他說你眼睛很脹 或是幹嘛 然後他就幫我針灸 怎麼每個爸爸 都喜歡做這種事 對 然後他說 吃類似 對 然後說來你壓這邊 好 這邊 你要是胃不舒服 你就壓這邊 就會小脹氣什麼之類的 這位置對的吧 對 是這個位置 我反而是我太太 跟我說哪裡不舒服 我跟他說我已經下班了 不要再說 這個韋玲啊 爸爸目前七十歲 你說他幾年前 就開始進出醫院了 他兩年前 對 那但是因為他的狀況是 他自己自學中醫 然後他也有學習就是針灸 所以他對於就是養生 他自己有一套 自己的想法的這一種 對 自學中醫啊 自學中醫 他要跟顧醫師拚嗎 他根本不敢 他有在職業這樣 那我爸爸是養生的 然後他就是有一次 他就發現他頭暈得很嚴重 對 對 到很不舒服的狀況 然後他平常就會針灸 針他自己幹嘛 就他那時候真的 頭暈到不嚴重 他就開始自行放血 去用那個放血針 對每一個針頭去做放血 放血完之後 整個白天舒緩了很多 頭暈的症狀也好了 到晚上之後又開始暈 但是太晚了 他想說就先睡覺 結果隔天之後又開始暈 覺得好像不太行 就立馬就是送急診 結果送急診之後呢 檢查出來叫做 剛剛洪醫師有提到 阻塞性腦中風 對 他是這個狀況 那好 那他當時到了醫院之後 隔天準備要照那個MRI在排 然後就是住院 那他當時也是不舒服 覺得沒有人可以幫他 處理他不適的症狀 然後他在明明就在醫院裡面 他自己還在自己針灸 自己在自己 因為他想要舒緩 然後護士進來 爸爸是哪個醫學 自己學醫學大學 對 然後護士進來 也是看到傻眼就說 先生我們就等一下有中醫科 你大概是可以給我們中醫科看 反正他也是藉由他自己的方式 來舒緩就對了 後來醫生就是判斷 他有那個阻塞性的那個 腦中 血管中風 先請教一下 他那個針灸的針 去哪買的啊 好像這個是不是都有賣啊 有一些醫療器材好像是買得到 醫療器材好像買得到 對 他是真的有學習針灸啦 然後他有他一套的 什麼經脈的一些論點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看了西醫住院嘛 然後我就讓他打電梯啊 吃抗凝血的藥 然後住院一個禮拜也吃西藥 出院一個禮拜呢 還是繼續在吃一個禮拜的西藥 之後他就自行斷藥了 因為他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他就開始吃科學中藥 調理他的身體 然後大概維持兩年左右 然後就開始停了半年 然後就在上個月 然後他就是那個月就開始覺得 頭暈不適 結果在家裡 我媽就覺得他好像這樣狀況不好 就還是立馬幫他量個血壓 結果一量血壓170 那他平常也是那種 會自行把自己身體顧好 就不會去看醫生這種的 那有了上次的經驗 他這次看到自己血壓170 又頭暈有點緊張了 就跟我弟說 你送我去急診 終於主動自己開口 說這件事情了 結果急診之後呢 也是要入院觀察 等著MRI 然後剛好那天報告出來說 我在 然後他腦袋就是有那個 白白的那些陰影 是他第一次中風的時候 那些陰影還在 但是呢 他看到下面有一條細細的血管 有堵塞 所以他這次的 等於是頭暈的狀況 就是這個東西造成的 所以一樣 還是要再吃抗癮險劑 對 然後就是也是 在醫院住院了一個禮拜 打點滴 然後出院一個禮拜之後 目前他還是自行斷藥了 對 但是他這次 不吃科學中藥 他改抓中藥 自己抓中藥 對 他自己煎藥 對 自己還是想要用自己的方式 來調理他的身體 因為他認為西藥 他說他覺得 吃那個抗理血劑什麼 傷胃 所以他就覺得 他希望可以透過中藥 來把他身體調養好這樣子 對 這個 那爸爸是做什麼的 他怎麼會對中藥有涉略 他本來就很喜歡開一些 就是中藥類型的書 然後他本身的工 他以前是經營製針廠 做針的 做針的 文媒針 這種針類的 對 然後他本來就 有沒有做針糾針 他沒有做針糾針 哭笑 對 很可惜這樣 對 然後他對周圍有興趣 然後後來有點半退休的狀況 他就去學習針糾 所以那時候針糾老師 看到他說 你怎麼跟其他同學 拿這個針的 有一點不一樣 才知道說 原來他是做針出身的 所以拿起來針 就更加很好 做針的 對 架式不太一樣 對 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算第二次中鋒 第二 算第二次 那請教一下顧醫師 可以幫自己放血嗎 我們還是會建議 像這種醫療的行為 還是交給專業的醫療人員 來做 所以我們常說一句話 高手在民間 你弄不好 就很容易到陰間去 我門診裡面真的有一個伯伯 他很喜歡針灸 超喜歡針灸 自己弄嗎 對 他每次帶他女兒來 都會跟我說醫師 我剛剛幫他做什麼處理 我幫他針灸了哪個 哪去去跟他說 你怎麼這麼厲害 你去那裡說誰針灸的 他女兒就跟我說 我真的很不太敢 跟我爸爸針灸 所以我把他壓過來 你勸勸他 不要再無造型衣了可以嗎 無造型衣 對 但是我們鼓勵民眾 學習中醫來養生 但不適合自己開藥給別人 甚至幫別人針灸 連同中醫師幫動物針灸 都會出問題 那是受醫師的專業 我們不能侵犯受醫師的專業 那血壓太高 放 把 用針頭 把自己的手指頭這樣 放血 對 那個叫做 食宣放血 那是有它一定的療效存在 不過像我們有一些患者中風 你不清楚它是阻塞性的中風 或初血性的中風 很容易會加重患者的症狀 對 除非說你很確認 它是阻塞性中風 那時宣放血 可以爭取一些 治療的死亡精時間 但是如果你不明白 它如果是初血性中風 有些時候放血 反而會讓它 到醫院的症狀更加重 好 胡醫師 自己放血也可以 對啊 我們 OK 身為西醫 對這個 覺得這拖的時間就不行 對 那個腦中風或什麼那些 心肌梗塞 大概都是 都是我們的理論 是血管突然一下堵到 對 那這個時候就有點像 灰球廚 燒房子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非常非常要爭取的 所以你還在那邊放血 或什麼 不如打個119 OK 好 就是你先叫個 叫個救護車來 你中間要怎麼玩 你再玩 但是救護車 絕對不要延後到 你就醫的時間 OK 因為像心肌梗塞 就是等於說 像心肌梗塞 我用心肌梗塞來舉例 心肌梗塞是 我們大概十二個小時中間 你那個血管所 所支配的那塊肌肉 它會全部壞死完成 對 就等會血組全部燒 十二小時 大概就燒光了 那如果你第一個小時 就趕快把那個火給滅了 你可以救起十一個房間 那如果說你到第三個小時 所以還有一點點壞 但沒有關係 對 但是你壞了幾個房間 但是你越早滅火 你就可以救得越多 但是它不是這樣 一個一個個這樣 前面一定是燒得比較旺 所以它不是這樣的原則 但原則就是 越早越好 這是消防隊的救火觀念 所以等到你再去用那些的話 那些就畢竟有些 畢竟有些 就一定會有時間的延後 那另外還有講到那個血壓 一百七或什麼那些 那這時候又另外一些 有些重點 血壓一百七 有可能是一百七 引起的人不舒服 也可以是人不舒服 引起的一百七 OK 人只要不舒服到極點 你血壓都會偏高 所以在急診室 你去掛急診室的人 大部分的血壓都是很高的 所以這時候一百七 未必是陰 也有可能是果 所以這時候一百七 未必需要去做處理 去處理它的一百七 而是要找出病陰來 最重要是要找原因 那你有沒有看到 瑋玲的爸爸說 吃西藥三味 他可能說的是阿斯匹林 那真的三味的西藥有 阿斯匹林還有止痛藥 這些大事 阿斯匹林很三味 阿斯匹林三味 阿斯匹林它是三毫兩壞 三毫是怎樣 第一個它抑制血栓 所以比較減少中風 對 二 減少心肌梗塞 但是那個 還有一些 那些可以預防一些大腸癌 什麼一些癌症 但是有兩大壞處 第一個它三味 它增加了出血的機會 所以它是三毫兩壞 所以有的人就自費 換成寶酸通 或者是那一類的藥物 那寶酸通的話 它就會兩毫一壞 減少血栓比較不會中風 比較不會心肌梗塞 那它的壞處就不會傷胃了 但是還是增加出血的機會 所以都是有代價的 寶酸通好像是健保沒有給付 健保它有 健保的規範是 你必須要中風之後 然後你之後又 吃了造成胃的問題之後 你做了胃靜之後 你一輩子都可以給付 或者有些條件 那不然如果說 不符合這些條件 你就自費吧 一顆大概三十幾塊錢 那你對韋玲的爸爸 有什麼建議嗎 要 因為這是祂的信仰 你有沒有什麼地方 需要韋玲的爸爸 幫你針灸 OK 好 因為這有的時候 是一件事情是一個信仰 他如果覺得這樣 就他覺得西醫真的不好的話 那這時候有時候很難 那有時候 要找合格的中醫 對 合格的中醫 那個韋玲 家裡的人如果有不舒服 爸爸會幫你們針灸嗎 會 我會針灸啊 我回家 我回家我爸又說來 然後開始按這個 那時候眼睛我不舒服 我幫你針一針 我被針過啊 被針這裡 然後也被就是 你哪裡 你不舒服 為什麼不舒服 然後他針灸哪裡 我好像就說 他說我眼睛很壯 或是幹嘛 然後他就幫我針灸 我每個爸爸都喜歡做這種事 對 然後他就類似 對 然後說來 壓這邊 好 這邊 你要是胃不舒服 你就壓這邊 他就會消脹氣 什麼之類 這胃是對的吧 對 是這個回事 我反而是我太太跟我說 哪裡不舒服 我剛剛說 我已經下班了 不要再說 你 我那請放門診 那你媽媽她也幫她 爸爸幫她針灸嗎 也會啊 也會 爸爸不舒服也是會 就是說你腳很脹 還幫你放個血這樣子 那你會害怕嗎 其實我因為我被 腳被放得很習慣 所以我已經不會害怕了 你的血量應該就是 被放掉了 有可能 因為我從 所以我低血壓是不是 放就放掉了 因為我從小 那我爸爸就是會 就是幫我 幫我就是按壓穴道 他開始學習 還可以幫我當實驗品之類的 所以我也是有問題 想要問一下說 如果像爸爸 他是偏中醫這種 可是他已經有這種 比較危急的狀況 他要怎麼樣去用藥 比如說他吸藥 要用到什麼樣的程度 再開始用中藥調理 會比較好 OK 第一件事 如果說已經兩次中風的人 之後再中風的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接下來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高 我有三個非常 因為這時候再發率 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這現在目前是腦部 那運氣不好的時候 就是整個你就完全不能說話 或一手一腳 或什麼那是更嚴重的狀況 那更嚴重的 甚至你變成植物人 或躺在那邊 那是更危險的 所以當在這種狀況下 你要尋求到多 證據裡有多強 得個預防的方式 那就可能要真的選擇了 因為已經一次的機會 兩次的機會 到第二次機會 如果還沒有把握的話 那是有時候比較風險 但是七十歲的人 要改變一些想法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想辦法你用一些數字 給他看 就是你要看看 至少你相信中醫也好 也沒關係 也都OK 但你血壓 血糖 膽固醇 你偷偷要把它控制好 不管你用任何手段 你做法都沒關係 只要能夠讓他下來 就OK 所以你要讓他看到他的血壓 記住血壓很重要 血壓最好是每天年 是 是 是 聽說爸爸 常年喝一種青草茶 對 這個青草茶叫做 百花蛇蛇草加半支連 聽說是不是很多癌症病患 會喝這個來清熱解毒的 對 我們把它俗稱為 叫做白灰爪雞草 甚至叫半支連 其實百花蛇蛇草跟半支連 在民間的確是用來治療 肝病甚至肝癌 但是很不幸的是 這兩個藥都非常的寒涼 就很像你問洪醫師說 長時間吃蛇蛇病你會不會傷胃 會傷胃 相對的 百花蛇蛇草跟半支連 你不對症 你不知道你問題是什麼 你就每天把這個拿來 當青草茶喝 其實也是傷胃 不只傷胃 還傷你的正氣 有些人越吃 身體越虛寒 甚至會喝一點烙塞 但是烙塞的同時他就認為說 有效耶 有效耶 拜託 拜託就拜託 所以說為什麼常說 高手在民間 你怎麼講他 真的是人講講不聽 整天哭哭 你看說這腹瀉不能是不行 在拜託 對 爸爸為什麼要喝這個 他認為他身體很燥熱 他認為台灣的食物就是燥熱 這邊的天氣又是濕熱 然後他的不舒服 都是因為熱症而引起的 所以他希望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排他的身體的熱 但是我覺得 我觀察他 他這樣常年喝是不是 他常常喝 他身體不舒服就喝 但我觀察他 他非常容易感冒 我就覺得他是不是太冷了 所以這是比較虛寒的藥物嗎 我說吃久之後正氣會虛 中文講的正氣 就是你的抵抗力 你抵抗力平常虛掉的 今天外面在流行什麼病毒 你就跟著上 人家好了 你還沒好 對 那這麼好的湯 你有沒有喝 他也有 給我喝啊 要分享嘛 家裡的 你要分享嘛 對啊 我爸覺得好東西 當然要跟我們分享 我有喝啊 那吃完以後你的感覺呢 因為我沒有像他這樣子 長期服用 對 我等於就好像是回家 你也是這樣倒掉 我就 我沒有倒掉 我真的有喝 對 我就把它當成 偶爾喝個苦茶的概念 對 偶爾清一下 這叫什麼 補陽環乳湯啊 沒有 那個補陽環乳湯 是他中風之後 現在自己抓藥喝的 現在還自己抓藥來喝 對啊 他現在第二次嘛 我說他吸藥停了 住院吃了一週 然後出院吃了一週 那他現在就是自行停藥 就抓中藥吃 那那個清草茶 是他還沒有中風之前 他平常養生的清草茶 那補陽環乳湯怎麼樣 很多患者一來中風就跟你說 醫生啊 我去抓這一帖藥 一看我說這就是我們書上裡面的 補陽環乳湯嘛 那為什麼補陽環乳湯 這麼的風型 因為它裡面有所謂的當歸尾 地籠 紅花 赤勺 這一類活血的藥物 但他重點裡面 最主要就是黃旗這個藥物 所以你看這個方裡面 黃旗這個藥物重用到四兩 四兩多幾公克 一百五十公克 表示說他對於中風的患者 你可能中風半邊偏瘫 突然間沒辦法講話 他用這個藥是有效 黃旗的台語要怎麼說 青旗 青旗嘛 對 像我們一般 青旗是怎麼會黃 不是黃旗 黃色就是青色嘛 黃鹿皮嘛 黃色是青色嗎 青色 對 青色 紅花青旗 那一般我們說用的黃旗來講的話 我們用的是北旗 當然我們還有一種叫近旗 在補陽環乳湯裡面 他用的旗是北旗這個藥物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他可以去做活血痛弱 那我們中間一講氣型則血型 氣智則血瑜 所以他補氣的藥物這麼強 主要是他會推動 當歸尾 赤嫂 紅花 地龍 這一類很像這種 保酸痛這個藥物的概念 往前推 把我們血管裡面煮出來的東西 把它推暢通 但相對來講的話 它比較冷 它比較衝 所以這樣一個藥物 你不適合把它當成 一般保養性的用藥 所以你不建議這個蟹爸爸吃什麼 不太適合 你叫他看新聞娃娃娃 他有沒有在看 我把連結貼給他 因為這個藥 它有很多不同的配比 那如果你要把它當成 一般保養性的用藥 可能我們裡面的藥材 這劑量就要調整 或者不要用當歸尾 用當歸可以補血 當歸尾它是破血用的 對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